-- 難道我學過做基本的東西,對吧? 基本的東西之後,我們就用開一些少許的玩法 要玩百分音符的玩法,如何做半備能夠更好聽 先聽一聽 - - - 常用的方法,我分得很仔細地教你 儘量多用一句的,拿本寶抄低它 每次彈同的歌的時候,看著你的寶 就可以想到多些不同的變法 玩法很簡單 One,是思考這樣計 One,然後 一個C chord,一、三、五的音 再強調一次,一、三、五的音不一定是C,以G 你怎麼找出來,可以是直音的音,可以是A9的音 One,and,Two,and,Three,and,Four,and 其實真的很無聊,但也要弄一弄,可能真的不懂 先按一下,1,and,Two,and,Three,and,Four,and,Five,and,Five,and 如果可以做得更多的東西,可以這樣 OK,第一個玩法,然後我們又會轉多一點 第一個C chord,一起落下來了 One,and,Two,and,Five,and,Four,and 這個真的用過無數次,經常都是這樣玩的 如果單獨看右手,你發覺其實玩四拍四而已 One,and,Two,and,Five,and,Four,and,Five,and,Five,and A音給了它 OK,明白嗎?這個位置 譬如說我們玩一些 玩什麼歌呢?譬如說 雙子簡單,對吧?留意一下 如果你把這三個音變少少東西,差很遠 變了什麼?很簡單 你會這樣想的,剛才我說的,1,3 永遠你們的1,3,5不懂得再變多一點 其實可以變多一點 譬如說我G,C chord 我玩G,C,E 我第二下我玩G,C,D,A,9 我第三下我玩G,C,G 那都是C chord C chord這麼多變快,不是? 變得靈活一點,你自然可以變得多很多 聽一次效果變成這樣 聽到它好像有一個melody出來 當然你可以用你食音的方法 去找哪一邊的音 又可以加些A9 不一定說要跟首歌 什麼程度 剛才的Mi,Rae,Do,So 和我肯簡單沒有關係 但我可以照樣唱到的 好啊 變化又大了很多 所以變成我經常說 令活運用右手的音 是彈鋼琴半奏的最大最大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記住是這樣 學的時間 無論你看我多少段影片都好 你一定要坐在這裏 然後可能你一小時 C,A,M,F,G 你想想怎樣彈好聽一點 你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看我怎樣彈 然後自己可以再想想 C,A,M,F,G 可能我變成這樣 是這樣的 這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每個人彈的事情都不一樣 就是這樣 好視乎你怎樣吸收聽什麼歌 所以伴奏是一種 屬於創作小小的東西 沒有一種死筋方法給你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竅門 然後我們用這個8分音符的玩法 變成16分音符的玩法 聽一聽一下,我會變成閃 感覺上正好多了 這個就是屬於Bang歌或輕快的節奏下都會用到 我少少跟著打鼓和彈結他的方法混合應用出來 所以可能彈鋼琴、流行歌、古典音樂很少會用到這個方法 因為是一種其他樂器演變過來的一種Pattern 怎樣變呢? 當然可以用我們教結他序門的那種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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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常我不會這樣數,如果彈琴的時候 當打鼓 ibong ba속 B selections OK了,嗯 這囉? 我試試聲 Bang 在這首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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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多些歌 學多些打歌的節奏 作用是大到你不會相信的 例如我剛才做的東西 最簡單的 玩結他的人就看了 再搓點 耶 bam bam OK 玩到這樣你會發現已經像上了身 而你們不是在做什麼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留意一下 就是當你懂得形容不同樂器的理論 去重鋼琴的時候 你會得到一個不同的效果 就是這樣 正常看譜怎麼會這樣看呢? 應該這樣說 就算是看五線譜 bom 咕噹咕啲咕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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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看普通就看節奏 我也不知怎寫 五線譜 不是看古譜 看節奏 是看麥克風豆豉 我這樣幾個Beat我會異記很多 我可以變很多東西 變了很多很多東西 由打鼓的節奏演變出來的彈琴伴奏技巧 適用於什麼情況下? 快歌、Band的時候 因為程哥的琴你已經懂得玩了 我們教這麼多 這些你已經懂得玩很多次 快歌最難表達的 在國語上 我就會應用打鼓的技巧 甚至玩Bosandova的玩法 Bosandova的玩法 又變了一件事 所以這就是玩伴奏的時候 玩快歌 玩夾Band的時候 可能你不用琴聲 用其他聲 但是 演變出來的節奏 都是這樣來的 當你需要充滿節奏感的技巧 就要聽鼓的效果 聽聽數吉他 所謂的效果 如果你玩鋼琴的時候 可以跟進一些classical的玩法 譬如我們玩一些 夜曲是怎樣 我之前玩過很久之前 你可以跟進這些 玩情歌的時候 譬如我們玩C key 真的容易看一點 變回這件事 如果我們中後一次指示 就是說 如果有classical底的人 如果玩流行歌 慢過情歌的時候 善用你們自己classical的技巧 譬如說 開頭教過的這些半奏技巧 但我忘記了這樣 給我一次機會 好 電話響了 那不玩了 說到尾都是這樣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古典樂能底的 玩流行歌 善用一下 玩古典音樂的左手變化技巧 如果你是想玩Bang的歌 Rock的歌 快的歌 嘗試應用其他流行的樂器 明白嗎? 這就是大前提的所在 當然之後 都會搞多些不同的變化 今次 學習了一個 基本的八分音符 和數分音符的變化 和了解了 不同的樂器 如何應用在拍子上 喜歡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和ad我的facebook 想學什麼都可以告訴我 聽電話師 拜拜 精靈審 輪廣 策尖 放一翌 一整個 一 二 四 二 二 二 五 一